2024年3月13日 新闻播报1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镇一家炸击店 在3月13日上午8点发生严重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26人受伤 这家炸击店位于燕郊镇学院大街 和迎宾路交口的一栋四层楼底商 上面是一家招待所 下面是炸击店 事发时 一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有巨大红色火球爆炸 并向四周飞溅 接着熊熊大火冒出浓烟 另一段视频显示 爆炸后楼内人员从马路上逃出 有路人被从天而降的瓦砾击中倒地 爆炸导致整栋楼只剩下一层 周围是瓦砾和玻璃碎片 目前 消防员已赶到现场 并拉起警戒线 疏散民众 据称 爆炸是由天然气引起的 天然气公司已切断气源 有网民将此次爆炸与袈裟的情况进行对比 认为爆炸的威力与战争相仿佛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招待所住了很多人 由于大楼倒塌 估计伤亡人数远超政府公布的数据 今年以来 中国发生了多起火灾和爆炸事故 导致多人伤亡 这些事故引起人们对政府监管不利的关注 新闻播报二 台湾海巡署副署长张松龙在立法院表示 中国三艘渔船于3月6日闯入了台湾领海 早上7点进入了台湾的12海里 下午2点进入了6海里 台湾渔民发现后报告了海巡署 海巡署派出100吨级的海巡艇前往驱离 但考虑到安全问题后撤离 并由大型海巡舰伊兰号支援 伊兰号赶到现场后 两艘中国渔船已经离开 另一艘被驱离 海洋委员会主席管碧玲表示 近年来 海巡署已经驱离了349艘越界的中国渔船 去年在金门海域驱离了180艘 并扣留了其中13艘 从2016年7月到2023年11月 总共驱离了9100艘中国渔船 与此同时 台湾国防部通报称 3月12日有10架解放军战机和9艘军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有一架无人机越过了台海中线 飞到台湾东部空域 另外三架战机闯入了西南空域 报道称 中国将于3月13日晚间 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一个长征2号火箭 但具体的负载尚未公布 估计是一个海洋勘测卫星 中国网民在微博上上传了火箭发射后的飞行轨迹 显示火箭可能会直接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今年1月9日 中国发射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 曾飞越台湾南部上空 导致台湾国防部第一次发出国家级警报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解放军正进行一系列春季演习 包括2月底在南海和3月10日至17日 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的军事训练 其中 东海的实弹射击演习可能与台湾有关系 但东海的演习范围很广 未必直接与台湾有关 新闻播报3 根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将再次访问大陆 在赖清德就职典礼之前 接受国台办的新指令 每次夏立妍访问大陆 都会展开新一波的行动 这次行程为期7天 包括重庆 成都 济南和青岛 夏立妍出发前表示 她不代表政府或任何人去中国协商 只代表国民党 她去见朋友交换意见 然而 她也表示 作为老百姓 她有言论自由 可以代表国民党对话表达对中国快艇 越界捕捞事件的看法 夏立妍频繁访问大陆 每次都表示没有计划与中国官员会面 但每次都会见宋涛 她的访问被认为是国民党和中共打配合的一部分 有观点认为 这次访问是在赖清德就职之前要搞点事情来平息局势 但中国大陆可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新闻播报4 印度总理莫迪在库沙拉底帮位三家芯片厂 举行了电机仪式 其中一家是台积电和印度的塔塔集团合作的芯片厂 专门生产AI芯片 预计每月产能为5万片 莫迪表示 这三家芯片厂将有助于印度成为全球主要的芯片制造中心 在活动中 台湾的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活动 画面中可以看到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 和印度的台北协会会长叶达夫等人 新闻播报5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 美国总统拜登和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波兰总理图斯克 在3月12日在白宫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两国的能源安全伙伴关系 以及支持乌克兰等议题 拜登在会议中表示 美国将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 并向波兰出售96架阿帕奇直升机 这一举措将使波兰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 美国国务院在3月12日通知国会 将向波兰出售30多亿美元的导弹 杜达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显示出美国是世界安全的领导者 他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3% 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尽管北约对成员国的要求是 国防预算占本国GDP的2% 但许多成员国无法达到这一要求 波兰的国防预算已经达到了GDP的3.9% 几乎达到了北约2%的目标的两倍 也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预算占比最高的国家 美国的国防预算占GDP的3.5% 排名第二 但总额较高 此外 杜达和图斯克还会见了美国国会两党的领导人 敦促美国国会支持乌克兰 并尽快提供援助 新闻播报6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战略武力小组委员会 于3月12号举行听证会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分析师麦考密克在听证会上作证 表示中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方面领先美国和俄罗斯 他指出 中国通过20年来的集中投资 推动了常规核武器的开发 造就了世界上领先的高超音速武器库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的效果并不理想 总库存和资源系统要落后于中国 美国陆军的目标是在2023年拥有高超音速武器 但在测试中遇到了困难 另外 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吉洛特加龙省在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战机最快会在今年开始在美国的防空识别区附近活动 他表示担忧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 不仅仅是战机 还有军舰 甚至潜艇 他们能够在离中国更远 离美国海岸更近的地方活动 对此 美国的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国家单方面划定的空域 目的是提供一个缓冲 以防止可能的威胁 不同国家的划定方式不同 有的往外延伸几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 有的则较近 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较近 这些发言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国的批评和忧虑 但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防预算的讨论 不过 这些言论可能会被部分人视为政治宣传或刺激国防支出的手段 新闻播报期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 隐门胡塞武装于3月12日凌晨 对在红海的美国导弹驱逐舰拉布恩号发动导弹攻击 但为命中目标 导致拉布恩号未受损 也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 美军击落了两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和英国于3月11日凌晨对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 摧毁了一艘无人舰艇和18枚反舰导弹 美国强调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军舰和商船安全 均出于自卫目的 新闻播报8 香港网媒Renose报道称 自由亚洲电台计划在3月底之前解雇一部分香港员工 并关闭香港办公室 将剩余员工调往台北或华盛顿 该电台自2022年已解雇大部分香港员工 目前仅剩4名全职员工和数名兼职员工 报道指出 自由亚洲电台撤离香港与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有关 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 中共一直派记者到自由亚洲电台调查 由于香港局势紧张 该电台于2022年停办了三档粤评论节目 报道称 自由亚洲电台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被指责针对媒体 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于3月11日和12日访问香港出席了一场会议 学者认为伯恩斯此次访问旨在了解在香港的美国商人的看法 美国商人希望找到对策而不是放弃香港市场 伯恩斯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并表示将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 然而 美国政府尚未做出积极回应 这表明他们仍有顾虑 由于香港有大量美国商人 美国政府仍在评估情况 新闻播报9 日本民营航天企业Space1于3月13日在河戈山线进行了首次卫星发射 但不幸的是 火箭发射后仅6秒就在空中爆炸 爆炸产生了火焰和浓烟 碎片四处飞散 Space1发射的是一枚长18米的小型火箭 本次发射计划是将一枚小型卫星送入轨道 Space1的社长丰田正和表示 火箭在发射后出现异常 导致自行终止飞行 Space1成立于2018年 最初计划在2022年3月进行火箭发射 但因为疫情多次推迟 新闻播报时 中国作家莫言和英国作家国尔纳于3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文学对谈 莫言在此次活动中首次公开露面 此前曾被网民举报 网民说真话的毛星火在2月22日向北京中级法院起诉莫言 指控其小说侮辱了革命先烈 莫言在开场致辞中表示 尽管科技日益发达 一些言论对文学敲响了警钟 但作家独具个性的思维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他和国尔纳认为 在他们有生之年 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 中国官媒如中心社 北京日报等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中央电视台还对莫言进行了专访 莫言的公开露面以及官媒的报道显示 这场风波可能即将过去 莫言还在对谈中提到 作家除了讲故事外 还应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 但在中国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新闻播报11 在两会期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3月6日 两会的主办机构在媒体中心举行了经济主题的记者会 参加记者会的有发达委主任郑珊杰 财政部长蓝福安 商务部长王文涛和证监会主席吴清 记者会快要结束时 思宜正在致谢时 一名会议记者刘文贵突然闯上台 被保安钮送下去 这一幕被直播中断 根据推特上的猜测 这名女子可能是人民日报经济部记者李新平 有传言称 李新平是发达委主任郑珊杰的情人 因郑升职而心怀不满 然而 这些只是传言 真相有待确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